有一場戲他在排練的時候 突然就打了我一巴掌就這樣子 然後就說 我好棒 我保留 然後我們演了幾次唱吧 就每一場就 聽謝寅軒有親和力黑人問號 黃建維翻舊帳無意僅被甩巴掌 戲劇女王謝寅軒 繼淑女和死柔的天堂 在街星座人選之人找浪者 合作同班五年同學黃建維 新生代實力派王靖等 目前為止好像是還好 但不擔心 因為我覺得銀嫻姐是一個 非常有親和力 然後又很大方的前輩 所以我覺得不擔心 真的 她聽到親和力嗎 她就笑了 好 OK 有做什麼戲 很痛苦 有一次在演一個舞台劇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 我在實驗自己的表演 然後非常自我 所以她就有點累 因為她演女主角 然後我跟她演戲有什麼說 我們都不要走欸 就是現場直接來這樣 然後她就很困擾 因為她記很多台詞 然後 後來我就慢慢 還是有一點點走 但是我還是很堅持說 我們不要固定這樣 結果有一場戲 她在排練的時候 突然 就打了尾巴 就這樣 然後妳就說 哇好棒喔 然後我們演了幾十場吧 就每一場歌 就每一場歌 蓄意很棒 我覺得是那種 戲劇上的那種衝突 達到一個 那個 臨界點 然後她的手就 她非常有力 我也說妳可以 因為我們很信任彼此 我說妳盡量打沒關係 但有一次呢 你知道舞台劇 又黏麥克風對不對 她打我這邊 那個麥克風這樣 飄到這邊來 然後就在這邊飄 飄了一場 所以 親和力 你知道嗎 情緒裡面 可能有一點 加演員的情緒 但也跟她認識很久了 就是知道說 好 不要再記仇 對不起 我不是記仇 我不是想說 就是這件事情 很可以分享